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立法會的保險界議員陳健波 最近又有些謀論發出 我們一起重溫一下他前排說什麼 他前排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說到 最不分氣就是我的 你為何要破壞我的生活 現在是我的修成期 每年有200人被引渡回去 都是說0.00多 即是說香港的總人口 可以說這個陳議員簡直是 語不驚人勢不憂 他最近又錄了一段短片 不停狂踩黃色經濟圈 根據他的評價 黃色經濟圈是一個災難 我們首先一起看看 到底陳健波大議員說什麼 他就說 只是光顧自己人 是政治打壓 不應該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 而受到不同的對待 甚至乎是不做他的生意 這是一種欺凌 不應該推廣 這樣就是扼殺了香港人的政治取態自由 可能黃店會因此做多了生意 但是代價就是撕裂全港社會 走向排斥 打壓不同政治立場 做了毀滅香港自由的幫兇 而且還有風險 如果年輕人成熟之後 覺得不應該再用黃藍來分類 這些黃店也難以回頭 如果為了做多一點的生意 參與撕裂香港的行為 很沒良心 亦經不起歷史的考驗 以上就是陳健波的說法 到底為何他要配合這麼多政界人士 唱衰唱臭唱淡這個黃色經濟圈 我們一起逐點來分析一下 首先來說 那些鈔票和銀紙 在市民的荷包裏頭 他們喜歡懲罰哪一間的黃店 絕對是有他們的自由 這就是消費自主 不容干預 陳健波 你做保險應該很清楚 如果市民連消費自主都捍衛不到 那就真是相當可憐 民主就遭受到打壓 人權就遭受到侵害 是不是 你那些警察又怎樣行私刑 濫用暴力 這些 你陳健波看不看到 是不是 而且來說 你說到一件事 店舖 確實不應該因為客人的政治立場 而作出區別對待 我完全同意 是不是 但是顧客就可以因為店舖的政治立場 而作出區別對待 為什麼 因為以前你們經常賣一個廣告 政府賣的這個廣告 就說顧客永遠是對的 是不是 但是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那些經常唱衰唱臭唱淡 黃色經濟圈的人 就經常扭曲了黃色經濟圈的概念 本來黃色經濟圈就在說什麼 就在說那些黃絲不去光顧那些藍店 就只是用銀紙去懲罰那些黃店 但是你們故意扭曲 就說那些黃店不做藍絲的生意 有沒有這樣的現象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對不對 還是你的藍絲也不走進黃店那裡光顧 這件事根本上是他們故意刻意扭曲整個現象 是不是 你黃店也說是無任歡迎 你藍絲喜歡進去感受一下那個氛圍 是不是 沒有說不做這些生意 為什麼整個刻意這樣說呢 第二點 你陳健波就說到 這些東西是政治打壓不應該推廣的 我想請問你 演藝界有人因為他的言論和政治立場 而遭受到政治打壓 你又看不看到呢 我響說就引述主家男人博叔的一個言論 他就說你是暗狗的 當初抵制杜汶澤王秋生何韻詩的時候 你們不一樣是這麼野蠻 這些是不是欺凌啊 這個就是博叔的說法 我覺得都頗同意他所說 而且你別的界別 一樣是因為他的言論 而遭受到打壓 你又看不看到呢 比如說我們也常提到 航空界在這個國泰航空裏頭 有些空姐因為他在個人的Facebook那裏 說了一些 政治取態的言論 然後就被人篤灰 繼而被人解僱了 你看不看到呢 這些算不算是扼殺了香港人的政治取態自由 算不算是做了毀滅香港自由的幫兇 你看不到的 好了 還有教育界 有些教師因為他在Facebook發表一些 Friends Only 即是自己朋友才看到的言論 就被一些藍絲的同事 去讀灰 是不是 然後繼而就被教育局 作出這個處分 發出了警告信 譴責信 我想請問你陳健波 有沒有看到這些情況呢 他們又算不算 是被人扼殺 這個政治取態自由呢 看不到的 好了不要緊 還有 前任行政長官很喜歡在他的Facebook那裏 每天就數一下到底 有哪些商戶 在蘋果日報登全版的廣告 其實就是向他們施以一個 無形的壓力 就說你繼續在那裏登全版廣告 我就在這裏每天數 數著你到底哪一個商家在登廣告 其實製造了一種無形的恐懼 就使別人不要再在蘋果下廣告 好了 這些事情算不算是政治打壓呢 應不應該推廣呢 第三點 他就提到了 黃色經濟圈代價就是撕裂全港社會走向排斥 打壓不同政治立場 好了 我想請問你看不看到香港警察 是怎樣來對選擇性執法呢 怎樣只捉黃絲就放藍絲呢 比如說721事件 這就是民意的轉捏點 事實上是令到很多本來是中立 甚至是淺藍的人 就是在那件事件當中轉黃 因為這件事件 觸及了他們人性和道德的底線 因為事實上真的看不過眼 好了 到目前為止 拘捕了多少人呢 譬如說經常在網上 Facebook上 有人登出來 有個中西瓜的 他走到車廂 不斷打那些乘客 無差別來攻擊 不知道他是誰 無緣無故的恨 那個拘捕了沒有 那些是不拘捕的 到目前你也不拘捕的 已經知道他有什麼名字 什麼樣貌 住在哪裏 都不拘捕的 那你叫市民 這樣服 那這個又算不算 撕裂香港社會的幫兇 算不算 陳議員 這是香港警察 還有那些連儂牆 有時候那些年輕人貼東西 你又要截查他 審問一番 至於那些藍絲撕東西 完全就當看不到 甚至乎有時候 警察就拉大隊一起去撕連儂牆 這樣就當是執勤了 這樣又開OT 錢 好了 你這個經常就說別人關乎政治立場 撕裂社會 實際上就是你恐慌這個黃色經濟圈 真的搞得起一定的規模 就會打破了原有的市場生態平衡 為什麼呢 因為本來大家 去選哪一間店舖去吃的時候 或者選哪一間店舖去光顧的時候 通常選擇一些就腳 甚至乎是一些大集團的連鎖店 現在市民竟然是以黃藍來優先 故此 哪些商戶是最受到影響 就一定是在大型商場裏 租用店舖的 那些債集團連鎖店 這些人就最受到影響 所以你就要幫他們出來發聲 好了 還有 就算市民本來不用黃藍來 去作出一個區分的標準 他本來都會用其他標準的 比如說那間店舖到底煮的東西好不好吃呢 那間店舖到底是否夠經濟實惠呢 或者 到底這間店舖是不是和我家的距離 是非常之近呢 根據你的邏輯 當市民用這些準則來衡量 到底他應該光顧哪間店舖的時候 難道他又算是在打壓另一些店舖 你不能夠這樣說 好了 因為政治打壓 其實就不是由一些沒有公權力的人可以做到的 陳健波 就由掌握公權力的人 例如是甚麼 政府 警隊 這些人才可以搞到政治打壓 如果你說那些 無權無勢的小市民都可以搞到政治打壓 其實真的非常愚蠢 好了第四樣東西 他就說 政治取向其實是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改變的 他說那些黃劍有風險 是不是 當年輕人成熟了之後 可能不再覺得需要黃藍分類 喂 政府答應五大訴求 社會馬上改變 是不是 當然你不會 你不會的時候 社會又怎麼會改變呢 是不是 當你那些香港警察繼續來行使私刑濫用暴力的時候 你想市民改變他們的想法都難 你們其實說這個民意逆轉吹風吹了三個四個月 結果在區議會選舉一役 又是輸到一敗逃地 其實全香港市民就已經在721這件事件當中 是全民覺醒 回不了頭 為什麼 就算不是自己在元朗西鐵站那裡被你那些白衣人打打也好 看到這樣的畫面 完全就觸及了底線 你那些警察完全失蹤 這件事就促使到那些市民 沒辦法再隻眼開隻眼閉 沒辦法再扮盲下去 是不是 這些全部都是你一手促成的 為什麼你不問一下你自己呢 一味就委過於人踩這個黃色經濟圈 如果他是搞不成的 你洗鬼採他嘛 在這裡送一個 毛主席語錄 給陳建波聽 我認為對我們來說 一個人 一個黨 一個軍隊 或者一個學校 如果不被敵人反對 那就不好了 那一定是和敵人同樓下無聊 如果被敵人反對 那就好了 那就證明我們和敵人劃清界限了 如果敵人起敬地反對我們 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 一無是錯 那就更好了 那就證明了 我們不但和敵人劃清界限 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 是很有成績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希望他細美一下這句 毛主席語錄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